捡到饱了呀 我捡到了一只普藤大鹅的 这玩意叫做福鹅 它飞起来的样子 左耀右晃的像蝙蝠一样 这玩意为什么我说它捡到饱了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 它的幼虫是东丛下草的原形 福鹅是一个挺大的科薯 有特别多的品种 全世界大概有500多种 在西藏有一种针菌 叫做虫草菌 这种虫草菌呢 会橄榄它们的幼虫 然后幼虫就变成了一颗颗的东虫下草 虫草菌在这边好像是没有的 所以呢 它们才会顺利的成长成成年的福鹅 这只是一只母的 现在我把它放到地上 它自己会飞走的 只有西藏的虫草菌 幼虫寄生的才能称作东虫下草 还有很多虫草菌室哦 在丛林野区 我们看到了很多昆虫寄生的虫草标本 虫草标本 其实这里面很多虫草的 福建都有 我有见过这个 这个是扣甲的那个幼虫 它金黄狐分的那个东南亚那个药种 对春 比较像这种餐蝇 餐蝇也会被寄生 虫草它不一定长在地底下的 像这类就是在树上 它那个餐蝇会趴在树枝高的地方 然后静静地待在上面 它就生命就没了 就长出这个东西了 还有的种类它会控制它的行为 那个蚂蚁线虫草冲着它让它爬高 然后地上它这个真菌长出来 这里面这种餐蝇虫草就是另外一种 再来叫线虫草 因为它的子实体这个是线断的 从它身体里面发育出来 它是一条活的这个枯叶蛾这类的 带蛾这类的幼虫 然后它吸入这个包子之后就被寄生被这个真菌感染了 身上会长出这个成熟的这个子实体 然后开始扩散包子 这种呢它一般是产在那个林地底下的 它为了扩散包子 不同的真菌的对策是不一样的 像这种埋在落叶层里面 它就会把这个子实体长得特别高 然后方便它们包子的扩散 这个比昆虫更难找